今天我們來到位於大安區的台灣科技大學 就讀台科大電機系的隨忠林 是一位以蛙式作為專長的游泳好手 個性活潑外向的他 平常除了游泳之外 還有一項與別人不同的興趣 我現在我喜歡交朋友 然後我現在在學校是鋼琴社跟清善大使社 對然後像鋼琴社就是 因為我就是想要學鋼琴 你只有一致自己場這樣 還有清善大使社是因為那個 就是想要證明我的英文能力 所以我是參加清善大使 在課業與游泳的雙重壓力下 水忠林將調整好自己的態度 備戰即將到來的全大運 為了求取好成績 他也卯足全力做足了充分準備 我最近就是想要功課就是 求那個pass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全大運蠻重要的 所以像我現在就是 努盡量來到練習 全大運就是想要維持像去年這樣 拿上面牌 就微笑爭光 還有希望可以拚第一 對最主要還是拚第一 不同於其他游泳選手 水忠林以後想朝電機的方向前進 但他並不會放棄游泳 而是在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雖然過程辛苦 相信他能克服種種難題 在今年的全大運中 奪取最佳成績 並在未來的道路上 朝自己的目標往前邁進 記者陳玉婷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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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